嗨我是雨晴 最近我从衣橱里寻找出一些基本的单品来做夏末初秋的食用混搭 那现在也还是蛮热的 所以会在一些小地方加点微秋天感的元素 全都是很舒服日常的穿搭 一开始呢我先换上灰色的薄料针之衣 它的颜色可以让你感觉到身上有一种温暖的沉稳感 衣服上面可以看到有小麻花一些秋天的元素在 那它的质料偏薄啊 我觉得在目前还有点热的天气穿上去也是很OK的 鞋子我就换上了迪根的人字图 再搭一个小箱的方胖包 那链子我会把它收成短背带来背 裤子我穿的这件直筒的牛仔宽裤 我觉得它这件就是很有气场高腰又显腿长 把我身上一些该遮的地方都遮得好好的 这样子我的穿搭就完成了 整体的风格特别的简约又大气 我自己非常喜欢这样子 有点温柔又有点知性的搭配 第二套可以看得出来都是大家衣术里面会有的简单基本款 那我自己是把它设定的把它穿的可爱又中性 那我会用蛮多的配件来穿出我想要的样子 身上带了珍珠项链啊 还有同色系的方表 这一套最重要的就是这顶贝蕾帽 它是秋天的灵魂配件 我觉得它戴上去之后就一秒入秋 满满的秋天氛围感都出来了 就算我现在身上穿的是短袖啊 我也觉得毫无违和感 鞋子我要换上这双厚底的乐福鞋 我觉得今年的秋冬一样会继续流行它的 它对我来说的搭配率真的是极高 包包二选一来猜一下我会选哪一个 最后我还是选了我最爱的白发小包 身上的MuraT恤加上UNIQLO的牛仔裤 多了珍珠项链和贝蕾帽的搭配 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变得更加时髦 完成 我很爱自己这一套的搭配 就换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这一套呢比较偏个性休闲的黑衬衫 在我之前上班通勤影片的时候有穿过 鞋子可以拿去年经典的靴子来做搭配 那这双小CK是我今年才购录的 我觉得它的根很高 还有它靴筒的高度非常符合我的小腿 可以把我小腿肚上面的肉肉全都给藏了起来 因为穿这样子已经是蛮酷蛮有个性的 所以我会把头发放下来比较有女人味的样子 配件可以选择戴墨镜让整个人看起来更酷更有气势 初秋的这个时间也没有到很冷 所以我就会拿短裤来配中筒靴 整体看起来又高又瘦 又来到我最爱的铜色系 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简单的一套 全身白完全毫不费力的极简风穿搭 我会再加一件灰蒸汁披在肩上 来做造型的叠加 其实也是为了不让自己的整体看起来太过于无聊 再背一个腋下包 那我全身的颜色不超过三个 非常的刚好 我身上所有基本款的衣服 除了裤子外 其他的都已经买了好多年了 所以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入手这样子白搭实穿的单品 不管过了几年都一样好穿好搭配 如果你没有和我有一样的背心 也可以从你现有的衣橱里面拿出 工资背心啊或者是吊带背心来做搭配 也会有一样的效果 下一套还蛮适合上班通勤的经典黑白纹 加上性白色的宽裤 我想要穿的日常轻松一点 所以我鞋子换了度假风的鸵色凉鞋 再配一个同色系的chloe包包 我会比较常在秋天的时候拿出鸵色的单品 因为我觉得它的颜色给人有一种温暖的精致感 黑白条纹已经是我好久好久不知道几年没有穿到这样子的衣服了 那Lina Lina最近出了这件合身短款的宽条纹上衣 那我觉得穿上后它非常的自然随性 有一种俐落的大方感 不管你要配黑裤或是牛仔裤我觉得都非常百搭 或者是你可以像我身上一样穿这种性白色的垂坠感的宽裤 这件上衣就是一个百搭的单品 我想我之后又可以把它拿来做很多种不一样的重复穿搭了 以上的五套都是我精心搭配的初秋穿搭灵感 希望你们会喜欢 那也可以利用你们自己衣处里面拥有的单品 来做出这样子类似的搭配 所有衣服的资讯我都会放在下面的书名栏 那如果有连结的话我也都一定会一并附上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影片咯 我们下一次见拜拜